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光选出12名陪审团就得花上两周的时间 整个案件审理结束要6到8个星期 而且川普还必须天天亲自出席 史上头一遭前美国总统的刑事审判在纽约曼哈顿法庭开庭 川普在成人骗女星封口废案被起诉34项罪名 这也是川普被起诉的四起刑事案件当中 第一个正式开庭审理的案件 这也可能是唯一一起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进行审理的川普刑事案件 他们今天的程序主要是要选12名陪审团成员 不过早上都是一些程序性的讨论 包括川普在走进好莱坞的一段录音 法官裁定文字部分可以作为证据 但实际录音不会在法庭上播出 还有检察官要求针对川普在社群网站上攻击证人的po文 因为违反限制公开言论必须开罚 根据法庭内旁听人士的转述 上午的程序川普看起来有打瞌睡 这个史上第一次的前美国总统刑事审判场外也很热闹 支持的抗议的当然还有大批媒体以及维安警令 12名陪审团成员将会决定川普有罪或无罪 法官则来决定刑期 如果川普被判有罪 他在11月又赢得总统大选 可以赦免自己吗 这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美国总统只能赦免联邦罪 而不是在州层级的罪 不过因为这是美国史上头一遭 接下来的发展都会是先例 TVB新闻嘉辉 美国报道 另外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将在5月15号卸下职务 要交棒给副总理黄寻才 结束长达18年的执政 而黄寻才也拍抖音 强调会用谦卑的心全力以赴 去年就宣布要将大卫交棒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周一正式宣布5月15日就会卸任 交接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李显龙将结束18年的执政 新加坡建国后李家统治的时代也将告一段落 即将接班的黄寻才被称为抖音部长 经常使用抖音与民众交流 还会在夜市当场介绍美食 最近出访法国也会特地拍一段抖音 防疫期间他担任指挥中心药角 表现备受肯定 李显龙执政期间和他的父亲李光耀一样 都对两岸事务相当关注 他认为两岸领导人缺乏互信 会增加误判风险 因此积极促成第一次的马锡会 在新加坡举行 外交方面他坚持 新加坡应该保持中立 积极促成美国和北韩的川津会 专家评论李显龙18年执政 让新加坡完成建国后第一阶段发展 接手的黄寻才因为作风低调 曾义晓顺利出现 他是否会带领新加坡 真的走出李嘉同志风格 值得后续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包含准总统赖清德 也将在520走马上任 那么这段时间 拜登月初也跟习近平通过电话 强调美方意中政策没有改变 还有不少美国高层 最近也访问北京 详情再连线给特派记者李嘉辉 在35天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和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将就职 在这个时候 这个月的14号到16号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亲康达和白宫国安会 中国及台湾资深主任贝沙兰访问北京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预计在几星期之内访问中国 照惯例 康达和贝沙兰这趟的任务之一 就是替布林肯访问北京 进行工作磋商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提到 康达和贝沙兰这次跟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以及美大司司长杨涛 双方针对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 进行深入坦率及有建设性的讨论 包括中东 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两岸及南海议题 还有北韩 美国强调推进美国籍盟友伙伴的利益 和价值观的承诺 另外康达和贝沙兰这次也有和国台办 副主任求开明会谈 讨论两岸议题 美方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重申美国议讯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的 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那么中方的新闻稿没有提到求开明 和美方官员的会谈 只提到中方在台湾经贸科技 人文交流等问题上的立场 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阻碍中国发展 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制裁 停止对中国经贸科技打压 并且表示中方对美国针对中国的错误言行 表明严正立场 特别点名上星期的美日飞峰会 那么中国外交部的用词是 拼凑美日飞小圈子 搅乱南海局势 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这个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白宫资深官员也说 在台湾总统就职前夕 拜登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 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GVB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而在美方官员访问北京之际 以色列的国会议员也率团来台 蔡总统除了表达慰问 也谴责伊朗的军事行动 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之际 以色列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 15号上午来到总统府与总统蔡英文会晤 其中对今日以色列遭伊朗攻击 总统一面表达谴责 也对以色列表达慰问之意 但有别于过去 其他国会议员访台外交部 多半发布公开资讯 这回对以色列格外谨慎小心 就连接见都没开放媒体 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但官方之所以这么保密 或许也是因为 这并非以色列国会议员一席 访台的主要目的 一群王力 这类记者会多半在外交部举行 以色列国会议员却特别跑到 代表处要公开呼吁 台湾应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争取台湾立体 以色列很积极 TVBH里面的高指标 但是面对中东冲突扩大 我们来看看 拜登周一跟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会面 他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 拜登他表示 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 希望推动停火 并把人质带回家 防止冲突扩大 而到目前的范围之外 虽然拜登承诺坚定支持以色列 但也提醒以色列 如果对伊朗报复性攻击 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冲突 因应对策应该要经过审慎跟战略性的思考 那我们来看看 在伊拉克副总理塔米姆 他则是表示 伊拉克政府现在很担心 中东地区会卷入一场威胁国际安全的大范围战争 他们也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 好 刚刚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主要的起因就是伊朗突袭以色列 时间点我们带您回到13号的事发晚上 这场空袭持续大约五个小时 超过百枚飞弹 无人机跟30枚的巡弋飞弹 就从伊朗境内直接朝以色列发射 但是几乎都被防空系统给拦截 打了六个月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扩大为中东区域战争的噩梦 就要成真了吗 13号伊朗对速敌以色列 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 从伊朗本土直接发射 170架无人机 30多枚巡异飞弹 和120多枚弹道飞弹 不过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99%都被拦截下来 伊朗大动作攻击 是为了报复4月1号 以色列袭击伊朗住叙利亚大使馆区 导致伊斯兰革命卫队高阶指挥官死亡 这回伊朗三百多枚次的 无人机和飞弹 在美国、英国、法国和约弹协助下 大部分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击落 对以色列仅造成轻微损害 伊军也特地公布 南部遭袭击的内瓦廷空军基地画面 包括弹坑和道路受损 但基地如常运作 境内唯一严重受伤的 是被炮弹碎片炸伤的七岁女孩 专家指出 伊朗这回攻击经过设计 给了以色列准备时间 意再表态今后将不排除从本土直接攻击 伊朗外长表示 这次发动攻击前 72小时前就通知周边国家和以色列盟友美国 不过美国否认收到通知 G7七大工业国领袖随即举行视讯会议 并发表共同声明 谴责伊朗攻击以色列 表示将努力防止中东区域情势升温失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则在安理会上呼吁各方可治 美国总统拜登也警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如果以色列决定报复 美国不会参与对伊朗的反击行动 在经过空袭警报停课等措施后 以色列大臣台拉维夫很快就恢复如常 街上车水马龙 咖啡厅也依旧高棚满座 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则是有民众上街庆祝攻击以色列 有驾驶案喇叭从车窗挥骑 有人则放烟火高喊以色列去死 这回伊朗的直接攻势显然更催化 以伊朗国原本就水火不容的敌对情绪 这回伊朗攻击也让欧亚飞航再现缩 全球十多家航空公司航班被迫取消或绕道 包括澳洲汉沙联合航空等 是2001年美国911攻击事件以来 对国际飞航最大单次干扰 周一因避险情绪 亚洲股市大多走跌 金价上扬不过油价下跌 接下来各界紧盯以色列将如何回击 纳坦雅胡战时内阁誓言要伊朗付出代价 但内部对报复规模和时间点仍意见分歧 推身为综合报道 好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我们要继续带您看 刚刚有提到伊朗突袭以色列之后 拜登想方设法要告诉周边国家 美国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工作行动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拜登没有力挺以色列呢 只有嘴上说他们是有力挺的 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 倒是好像没有看到特别有力挺的一个行为出现 所以这一次美方扮演的角色 他是调停者吗 还是他们目前美国也是无力干涉太深呢 想请我们要来请教文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 应该不能说美国没有力挺以色列 美国征召了英国还有约旦一起来为以色列提供防御 还成功的防止了伊朗的无人机和飞弹攻击 让以色列没有重大的损伤 那除了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之外呢 其实也是要防止以色列向伊朗报复 导致中东的战事扩大 美国也跟G7的领袖视讯一同表示 是支持以色列并且谴责伊朗 拜登直接对纳坦雅胡说 美军不会帮着以色列对伊朗直接进行报复 但是呢尊重以色列自我防御的决定 那拜登政府也说了 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呢 主要是为了要保护美军 那其实拜登的立场就是 不会因为以色列而直接与伊朗直接的交兵 这个立场的确是有遭到共和党鹰派 像是前国家安全顾问波段等人的批评说 是拜登软弱造成了以色列被攻击 因为伊朗不怕美国 那川普也说大话呢 就是说他如果在白宫的话 就不会发生伊朗攻击以色列的事情 但是呢 波段说川普根本在说瞎话 因为川普根本不知道 怎么处理中东的危机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明天很重要的 就是国会将会审查国防的预算 那期待已久的就是 以色列乌克兰还有包括台湾的军事援助 都会被讨论 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色列 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并没有实际的帮助以色列 因为包括军事的援助 还有各种各样的帮助防御 其实都是在大力的停以色列 好 不过在中东战火持续之际 我们也来看到 美国商务部在对中国大陆的AI产业下重拳 那么最新消息是有四间企业被列入出口黑名单 只是这把双面认当然也伤到Intel跟辉达 那为什么美国这边不惜重创企业 也要对中产业实施禁令呢 再把时间加个文起 先说这一次斯腾合力 还有四家其他的中国公司 被加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那现在总共是有600多家的中国公司 都在实体的清单上表示 这些任何的美国公司 要跟这些中国科技公司做生意 都要得到商务部的许可 那斯腾合力是利用Intel和NVIDIA的这个技术 来销售硬体的伺服器 还有软体云技术的一个厂商 那被加入实体清单呢 表示美国的Intel NVIDIA等处理器 是没有办法透过斯腾合力 来销售给中国的客户 而中国的客户呢 也没有办法透过斯腾合力 来购买美商的技术 据说呢是因为斯腾合力 被发现有销售给中国的军方 让中国的军方受益哦 那当然这也是实体清单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不希望中国军方能够 从美国这边得到先进的科技 那据说呢 这表示了斯腾合力将来 没有办法销售美国先进的科技 只能销售中国国内开发的 但是呢 对像Intel NVIDIA这些公司来说呢 他们其实还有其他的中国销售伙伴 所以影响没有这么的大 那问题还是说 长期以来呢 到底还会有多少的中国科技公司 被加入实体清单 还有之后加入清单条件 是否会越来越多 到底会如何影响到美国自己的公司 因为美国自己的公司都没有办法 跟这些中国的科技公司来做生意的话呢 当然势必会影响自己的生意 还有就是这些举动 是否会加速中国科技公司 独立研发的能力 也就是到底这些尽力 长期以来呢 是对谁有好处 会伤害到谁 这才是大家应该最关心的 好 所以就像刚刚提到的 到底对谁有利益会伤害谁 这个是大家要来关注 感谢文琪今天带来的解说还有分析 谢谢 好 不过我们继续来看 美方会高度戒备 似乎也不是没原因 因为过去中国就有很多 剽窃的不良记录 甚至这次新上市的小米电动车 也被质疑 它的外观酷似保时捷 但是中国区的总裁 他首度回应 倒是帮忙化解尴尬 自从3月28号 小米汽车苏漆亮相后 由于外观酷似保时捷 被调侃为米时捷 近日保时捷中国区总裁回应了 小米汽车发布后 保时捷的官方直播间也热闹非凡 14日 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期间 保时捷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克什麦对记者表示 对于小米苏西和保时捷的相似之处 他认为或许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 超高EQ的回应背后 不忘再补一句 各国车商都很在意的 我们期待使用同等标准 甚至更高要求的企业 与我们进行公平 公正 诚实 合法的良性竞争 而谈到大陆的新能源车 北京的刘先生 2020年以21万人民币 买了一辆新能源车 四年后8万公里的行驶里程 只剩三分之一架 二手车商评估7万多一点吧 之前年初的时候问过 多几千块钱吧 另外一位北京的陈先生 2022年33万人民币买了新能源车 两年后想换车 只剩四成的价格 我以为过两年以后还会涨一点 但是我感觉要是现在不卖的话 再过一段时间再卖还要赔 这就是现在大陆新能源车 二手市场的惨况 新车掀起的价格战 让新能源二手车价格跌跌不休 我收的时候五万多吧 去年卖十二万多 现在七万多新车 人家还不如去对面就直接买一新车 受累新车降价 导致大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 赚少赔多 被调侃 只有冒险家敢再买 TVB新闻 肖明正 陈向如 综合报道 但是也不让小米专美于钱 中国电动车品牌 比亚迪宣告将插旗南韩 也引发当地的本土汽车品牌 高度戒备 像是现代推出电动休旅车 改款不加价 KIA则是调降电动车价格 这是南韩现代汽车 上个月推出的纯电休旅车新改款 采用第四代电池 增加电池容量 充电一次可以开更远距离 但新款没有抬高售价 维持和先前型号相同价格 현대차는 해당 모델뿐 아니라 다른 전기차의 연식 변경 모델도 가격을 낮췄습니다 전 세계적으로 전기차 성장세가 눈에 띄게 둔화하면서 가격 경쟁력을 앞세워 수요를 끌어올리겠다는 전략입니다 南韩奇亚汽车也跟进 调降现有电动车款价格 今年还将推出普及款电动车 KG Mobility也将中型电动休旅车的价格 下调了200万韩元 折合约47000元台币 通友和Volvo等进口车品牌 也即将在南韩推出4000万韩元 折合约95万台币的平价电动车 띄게 둔화에 대해서는 이제 디느게라도 지금 차근차근 대응을 하고 있고 적극적으로 판매하는 게 중요한 상황이지 제가 받겠다고 하는 것은 오히려 시장에서 뒤져질 수 있다는 것을 지금 절실히 느끼고 있죠 点燃電动车 가격占的源头 是先前以半价电动车 为话题的美国品牌特斯拉 再加上中国电动车品牌比亚迪 宣告即将登陆南韩 引发现代气压的南韩品牌警戒 看准电动车趋势 南韩各大企业 纷纷扩张电动车充电业务 현대자동차그룹이 초고속 전기차 충전기를 내년까지 현재 2배 수준인 500기로 대폭 확대합니다 现代汽车集团在2021年 首次推出超高速充电服务 目前在全南韩 54个据点營运286座 以现代汽车的电动休旅车为例 使用超高速充电服务时 电子充电量从10%充到80% 只需要约18分钟 가전업체라는 이미지가 지배적인 LG전자는 2022년 전기차 충전기 업체를 인수하면서 전기차 충전市장에 본격 뛰어들었습니다 SK그룹도 2021년 충전기 업체를 인수하면서 설립한 SK시그넷으로 충전기 사업에 진출했습니다 LG와 SK都瞄准 南韩国内市场和 美国市场 楽天集团 楽天集团 透过旗下子公司 预计到 2030년 将增加到6.3兆韩元 增长7倍左右 也难怪各大企业都想来 奋一杯跟 TBS新闻 综合报道 好 只是美国一边封锁 中国另一边也去扩大 对晶片大厂的补助 既intel跟台积电之后 三星电子也拿到64亿美元的资金 来扩大德州厂的产能 我们带你来看 这是美国商务部 他们表示 已经跟三星电子签订 初步备忘录 将会直接提供64亿美元资金 那么预计三星电子 将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有助于创造2万多个就业机会 而补助资金将会支持 三星电子两座晶片生产设施 一座研究中心 跟一座封装厂 也准备协助三星 扩大在德州奥斯汀的 半导体厂 那么同一时间 三星也公布在今年第一季的 手机销售 几下苹果重返龙头宝座 而智慧手机普及之后 当然也带动电玩游戏商机 更成为去年最战前的 娱乐产业之一 但是游戏公司推出花钱 抽虚拟宝物的做法 恐怕已经踩到赌博红线 打电玩又是迫不了关 气到帅手吧 有些玩家选择 再是一次但也有玩家 干脆花钱了事 利用课金的方式购买虚拟装备 升级之后再出发 尽管让玩家气得牙痒痒的 但这种虚拟宝物 个别销售的收费方式 确实成为游戏公司的摇钱树 美国两大游戏龙头 就有高达75%的营收 都是来自玩家的 课金贡献 包括热门游戏狭盗猎 车手MBA2K或是要塞英雄 都是能使用付费机制 获得电玩里的道具 皮肤 虚拟货币 或是购买战斗通行证 甚至升级会员资格 课金背后的商机相当可观 目前全球电玩产业的商机 已经从10亿美元 暴涨到1830亿美元 业者分析认为 游戏种类跟平台 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原因 尤其跟智慧手机有关 除此之外 手机支付快速方便 手游客金更因此成为超级金吉姆 Electronic Arts最新财报就显示 这些小额转账的收入 就高达56亿美元 但这么多项目需要客金 当然也引发玩家不满 当中最让玩家不满 但也最愈发不能的 就是所谓的战利品箱 有点像是买虚拟世界的盲盒 要抽到自己想要的道具或皮肤 全靠机遇 也因此让政府 对这种战利品箱的模式 放大检视 尤其游戏公司 可以调整游戏的模式 以及稀有宝物获得的几率 因此认为这是一种 类似线上赌博的模式 目前夏威夷已经禁止这项做法 美国国会也讨论 效法比例时全面禁止 部分国家像是意大利 南韩等规定业者 公开获得宝物的几率等细节 英国则是针对儿童 购买战利品箱 也有明文的规范 专家也强调一款游戏 只要足够吸引人就可以长年成为热卖的系列爆款 不一定要靠战利品箱的抽奖方式来获利 而且未来云端游戏的模式更加成熟 业者就能仰赖订阅收费的方式持续获利 减少虚拟抽奖模式引发的争议 体别新闻综合报道 确实科技使人更便利 但如果是用在灰色地带 那也当然该被重视 最近大陆校园就出现一种犯卡手机 外观你看上去很正常 可是一旦戴上偏光眼镜之后 就可以看到荧幕下真正的影像 让家长非常担忧 搭配偏光镜片才能看到内容 能玩游戏 能聊天 能刷短影音 它就是隐藏在学生犯卡里的手机 重点是引力性高 而且价格低廉 淘宝上130到600块台币就能买到 网路上就有影片拆解近期在大陆校园内 广泛流行的范卡手机 一般由苹果5S手机改装而成 保留核心零件 厚度可以大幅降低 但是会拆除扬声器 摄影镜头 因此无法发声 无法拍照 家长担心这款隐藏在范卡里的玩意儿 会影响孩子学习 因为老师根本看不出来 你在摸鱼 还有安全问题 如今遭到家长投诉后 淘宝平台将严查此款货品上架 大陆有网友更直言 这种误人子弟缺德的钱 你也赚了 TVB新闻 萧明正 陈向如综合报道 也带你掌握东南亚的最新动态 首先来看泰国总理赛塔 释放内阁改组信号 透露宋干节长假过后 将召集各政党协商内阁政改组的事宜 他强调发放一万株的数字钱包 也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放款到位 至于前总理尹拉打算回国 赛塔他表示将会跟其他的嫌犯一样 一视同仁 而另一方面 泰国旅游局透露 宋干节的活动成效很好 国内外游客满意度都很高 其中有85%是国内游客 15%是外国旅客 那么在前三天就已经创造2.9亿泰铢的收入 还有伊朗跟以色列发生冲突 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哈山 发声明呼吁各方克制 不要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包含首相安华也特别召开会议来因应 只是我们来看看在中非南海紧张 现在也进一步升温 一艘中国大陆海警船 上周六晚间在距离菲律宾海岸不远处 阻挡两艘飞国公务船长达好几个钟头 而目前两国都还没有对此来做出回应 最后关心印尼社群媒体流传一段 雅万高铁车厢走到积水的影片 指出列车在行津万龙的时候 因为暴雨漏水 而对此雅万高铁营运公司表示 当时是暴雨伴随强风雨水才会进到车厢 很快的在五分钟内就清除积水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回来一起关心美墨边界的偷渡状况 一直都是美国政治的敏感神经 但是最近美墨达成协议 国民警卫队跟军警会全天候助手 将偷渡客强行遣返 扛着十字架 还有人把脸都涂成银色 扮成天使 集体聚集在和美国一合之隔的 墨西哥边界跪地祈祷 这是中南美洲偷渡移民 卑微的仪式感 他们心怀美国梦都走到美墨边界了 但是现在要往前一步 比过去更艰难 这里就是偷渡客和人蛇集团 过去都走得破口 果然在这里抓到一整车的移民 但现在可不行了 因为墨西哥终于硬起来抓移民 在这里就开始挡人 CN记者直击墨西哥边境 警察一来 人蛇汽车落炮 人蛇到底有多猖獗 其实从路面上的一个东西就能看出来 故意洒下路次陷阱 当偷渡客走不了时 人蛇就跳出来狠狠敲一笔 而这里确实也是当地热点 其实CN团队在去年底就曾经来这直击 相隔不远处的美国民众早就不堪其扰 每天都有大批的偷渡客像是行军一样从家门前过 但这几个礼拜以来人数大减像是突然消失了 墨西哥一整队的军警人员就直接驻杂边界 让美国这里是松了一口气 根据统计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 偷渡移民数就大减42% 绝对之的是走正规管道的民众 只是美墨边界移民问题过去几年都很严重 为什么会突然间一系变好了 一切都和政治有关 美国墨西哥今年都要大选 管好边界拜登与墨西哥政府都得力 现在美国这边从之前一天要面对两三千人 变成一天剩不到五个 这让德州当地有民权团体高呼 别再将移民妖魔化 德州政府深嫌花了130亿美元 架设带刺铁网房偷渡客 还推出了一条新的法律 SB4要强势的遣返移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一带您关心的是澳洲发生连日的砍人事件 上周在商场的事情还没宣告结束 现在又有四人被砍伤 记者黄雨萱带我们来看最新画面 一群人将眼前男子压制在地团团包围 澳洲雪梨百货大楼随机杀人案还在调查中 当地时间15号当地一间教堂又传出砍人事件 教堂内一名主教遭男子持刀攻击 吓坏现场民众 警民合力将男子压制画面曝光 路透社报道 这起攻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但令人惊讶的是 持刀攻击主教的男子竟然只有15岁 他当场被逮 但犯动机还有待进一步离亲 而事情时间在往回推 上周在商场的这个悲剧 夺走六人性命 而澳洲当地的警方出判 凶手可能有仇女心态 因为死者多是女性 甚至连九个月大的女婴都不放过 民众狂奔逃出室内 雪梨商场周末有嫌犯 冷血持刀狂砍 更多事发当时的目击 新影片曝光 犯案的40岁男子当场被女警击毙 但仍传出有六人不幸罹难 警方公开六名死者身份 其中一人还是留学生 27岁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 她当天和未婚夫通话后 惨遇劫难 然而这回嫌犯最大疑点就是挑人攻击 死者中只有一名男性 其他全是女性 近人就看连九个月大的女婴都不放过 受害者多是女性 是不是有丑女情结警方正深入调查 而且发现嫌犯有精神疾病病史 凶贤父亲将杀鸡归咎于儿子没有女友 心情烦乱才会酿成悲剧 澳洲总理亲自前往案发地点致哀 商场前摆满民众的花束 澳洲各地包括雪梨哥剧院 港湾大桥都将半期为这次无端暴力事件哀悼 TVB的新闻怎么到 换个心情来看 排球少年剧场版上周末上映 就横扫票房超过7500万元 更打破灌篮高手记录 人气动漫排球少年剧场版上映 首周末超乎许多专家 原先预期的4000万票房 三天就开出6900万惊人成绩 加上春节信义区的影城三天限量 抢现场 总票房已突破7500万 超出预期1.8倍以上 更打破灌篮高手宇宙数回战电影 首周票房 就是运动 就是运动那个热血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那种 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很感动 喜欢主角 超喜欢他 很可爱 直戟影城不少都是年轻人来看 排球少年改编动画第一季 从2014年首播 描述一群热爱排球的高中生 从日常校园练习到打进全日本比赛 触及许多学生族群 先前的灌篮高手剧场版则是许多人的成长回忆 以30到40多岁的族群为大宗 在台湾最终票房冲破4.58亿 而在日本上映也高达台币33亿4000多万票房 排球少年在日本则已经累计约台币21票房 成为日本影史第四名的首日票房电影 热潮也在多国发酵 TVB的新闻周一凤 宏仪廷台报道 好 这也是非常热血 德甲足球联赛 拜仁慕尼黑的11连霸止步 由勒沃库森拿下队史第一座冠军 记者林彩宣带我们了解 今年德甲足球联赛的封王记者会 勒沃库森队的球员拿出啤酒公杯 就往总教练阿龙所身上道 他们欢呼尖叫庆祝胜利 原来就在记者会前 勒沃库森才以5比0大胜云打布莱梅 他们提前五轮比赛 拿下得甲联赛的冠军 而且这场封王赛 裁判根本还没享受 勒沃库森球迷已经忍不住 冲向拜尔球场内庆祝 不只场内球迷激动 场外球迷也抢着想进入体育场内同欢 因为得甲联赛从1963年开题以来 这还是勒沃库森对史的首冠 而且他们挡下了拜仁慕尼黑的十一连冠 为了纪念教练阿龙所的贡献 现在连勒沃库森的公车战牌都以他为名 拜尔球场外的荧幕也立刻打上 我们是德国冠军 整座城市都在庆祝 这得来不易的足球胜利 但是镜头转到北京 马拉松赛却出现假跑争议 原本领先的三名非洲选手被质疑 放水让大陆选手获胜 和解加油 北京马拉松最后冲刺阶段 大陆转播员私心替自家好手和解加油 但有大量收看转播的民众认为 全力想帮和解夺冠的 还有场上的非洲选手 全程当中这四个人都是 一直保持在一起 而且有沟通有交流 转播员讲得保守 但三名领先的非洲跑者 不寻常动作大家都看在眼里 最后几百公尺 非洲选手频频做出回头看 白手等动作 又一度伸手 疑似要拦住队友 最后和解在冲刺时 完成反超拿下冠军 三名非洲选手并列第二 看完视频 很多人都说太假了 比赛成了表演赛 有网友评论说 还不如三个人抬个叫字 把和解送到终点 假跑放水 忽天盖地的执意声浪 投诉到官方后 赛事主办单位才表示 已经对比赛结果展开调查 这一次北京办成马拉松赛 丢脸丢遍全国 让老百姓看不起 目前夺贯的主角和解 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而和解是本次比赛 官方赞助商的签约运动员 和解是大陆知名马拉松跑者 2023年杭州亚运 他递中国田径队拿下赛事第一枚男子金牌 同一年在无锡马拉松 他还打破大陆全国记录 争议爆发后 有网友自称拿到和解回应 说不需要这个冠军证明自己 但有评论认为 和解和三名非洲选手 同属于比赛赞助商 大陆本土品牌 特部体育用品的签约选手 和解还是代言人 质疑选手是受到厂商压力 才会做出陪跑保送的荒谬行径 TVBS新闻夜俊宏 李明珍综合报道 而全球瞩目的巴黎奥运 也即将到来 希腊雅典将在当地时间周二 要点燃圣火仪式 巴黎奥运倒数逼近100天 希腊雅典奥运发源地 为点燃圣火仪式 进行最后彩排 奥林匹亚体育场燃起圣火的传统仪式 将在当地周二胜大上演 夏季奥运倒数计时 巴黎各场馆修建也接近完工 最吸睛的莫过于田径跑道 首次换上浅紫色 6月即将完工 不只美观还期待 能让选手缔造最佳纪录 本月初水上露天跳台落成 另外凡尔赛工前 马术比赛看台也搭好 远在中国大陆的浙江 义乌同样很忙 这款球一盒6颗 目前的售价是39元一盒 已经接到了十多万的订单 国际规格的乒乓球在义乌 忙着生产出货 今年前两个月 义乌出口法国的销售额 比去年上涨超过四成 超过台币23亿 单算体育用品的出口 年增超过七成 知名体育品牌 也敢在奥运前夕 特别在巴黎发表新品 不过才刚公开 为美国田径打造的新制服 女选手跨宽部位 设计过于暴露 宛如女性的连身泳衣 可能让女选手穿起来不舒适 引发批评声音 体育别新闻怎么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